异常 目视手处可变身体的异常形态 如发白 面皱 驼背 高低肩 长短腿 筋结 筋粗 筋粘颜 筋紧绷 骨移位等 好 这里异常是体表 我们几乎可以摸得出来 看得出来的 我们把它这里系列 这里通通不能算疾病 它只能算衰老 这样你们了解了吧 所以我的发白是 你们告诉我 老 面皱 我的脸皮发皱了 是老还是病 老 我的鼻尖长出一块息肉来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鼻息肉 第一个很简单的 我已经教你们疾病的定义 对不对 它必须要有症或状 那我的鼻息肉 会不会造成我鼻痛 鼻痒 鼻肝 鼻塞 会不会 没有啊 你看我讲话还很清晰 也没有鼻塞的感觉 有没有 那你显然没有症 那这个鼻息肉 有没有造成我的破皮流血化龙腐难 有没有 也没有啊 那既飞症也飞壮 它只是以后再长出来的一个息肉而已啊 了解吗 就像车子使用久了 有些会凹 有些会凸 有些会掉漆 有些会磨损 比如车轮 对吧 但你不能说车子坏了 只能说使用久了 磨损 老化 败坏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老跟病是有差别的哦 所以我的鼻息肉是老还是病 这明明就是老嘛 40岁才长出来的 那使用久当然会长出一些东西啊 就像我黑发最后也变白了 那这个也不是说病啊 好 万一我这个鼻息肉 不是长在鼻尖 它长错位置了 长在鼻孔里面 哦 这时候是老还是病 你们有没有看过人长痣长在里面的 有没有 有啊 确实有人啊 好 那如果痣都可以长在里面 我那个鼻息肉跟痣如果一样 你们想想看 它会造成我鼻塞鼻痒鼻痛吗 然后每天流鼻血吗 会不会 不会嘛 很显然不会嘛 那它既飞症也会撞 你们怎么说我病了 很显然 这个位置长在外表的是老 在里面还是老 不要因为它长的位置不同 你就说把老说成病 就像我现在如果半边白 这边是黑的 万一我的白头发长到那一边去 难道你能说以前没有长 现在长到那一边 所以这一边算老 这一边算我病了吗 因为长的位置不一样 然后做这样的分辨吗 可以吗 很显然不可以 老就是老化 它就是没有正义状 就是老 我们身体的变化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弯腰驼背 年纪大了会不会弯腰驼背 很显然 弯腰驼背是老还是病 那弯腰驼背会不会 有人说 不对啊 是病啊 因为弯腰驼背 我看有些人会腰痠背痛 有没有 那弯腰驼背会不会产生腰痠背痛 要不要知道 当然这个一定要探讨 我们来放两个案例 骨头一味变形案例 我曾经拖救过 没有接好 现在还是变形的 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啊 您是 变形的是吧 好 您站出来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 我站这里就坏了 那现在痛不痛 不痛 吹急会不会会痛 如果会痛 他从三岁就要痛到 现在你几岁了 七十四 哇 要痛七十多年了 虽害人活得过来 这个也让你们看到 骨头一味严重变形 会不会痛 也没有症的不适感 也没有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所以这样只能说 他是衰老败坏的现象 了解吗 而不能说他疾病 如果你说他疾病 那你怎么处理 难道再把它折断 再重新结合吗 人家都已经七十几岁 相安无事了 对不对 怎么能说人家病呢 所以弯腰驼背 很显然是不会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脊椎严重侧弯的案例 脊椎严重侧弯案例 脊椎严重侧弯 身体并无任何不适 从去年十二月来到现在 体力也比以前好 刚来的时候 去爬捷运楼梯 爬两三趟就会觉得喘 现在爬八九趟 才会觉得说 比较喘 来到几次会之后 心情也比以前好 以前会觉得自己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有时候会觉得自卑 来到几次会之后 看到其他师兄师姐 虽然身体也有毛病 但是都很热心 好 你们也看到这么严重的脊椎侧弯了 它有没有症状 有没有症的不适感 也没有 但是它有一个症的体力虚弱 有没有 那是不是因为脊椎侧弯引起 结果它爬楼梯 爬完 体力有没有改善 有 确定改善 那改善它的脊椎侧弯还在不在 还在 那显然它的体力虚弱 跟脊椎侧弯 不是怎么样 有直接因果关系 已经很明显 因为我们也没有调它的脊椎 而是叫它去爬楼梯 锻炼体力 它就改善了 那很显然 这个是体力的关系 而非脊椎侧弯造成的 好 那你们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些题目 弯腰駝背 现在你们已经确定不是疾病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一开始回答的绝对是对 九层直觉的感觉 那高低肩长短腿呢 是疾病还是衰老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就是啦 我三十岁就被 诊查出来 我骨盘已经弯了 那说我长短腿还骨质疏松 说我不赶快矫正的话 以后腿会常常酸痛 而西医就跟我这样讲 那我结果我使用了 再又使用三十年 发现也没有疼痛出现 而且发现运动 比如说爬山 比正常腿还快 所以我还蛮享受这个长短腿 是这样 好 那长短腿很显然 也不是 了解我的意思吗 也不是什么疾病 他没有症也没有状 怎么是疾病呢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老化败坏 也就是你使用不但 可能骨盘怎么样跑掉 但是也没有关系 这个跟就好像车子 车胎磨损凸凸不平 不是车子坏掉 一样的概念 我这样讲理解吧 所以我继续享受我的长短腿 高低肩也不用担心 好 那外表的形态 这个也容易理解 那像手摸得到的 不止骨头一味 我刚刚放的那些 用摸也可以摸得出来 用看也可以看得出来 但它有一些 就是有些人说 哎呀 你这里疼痛 就是这里的筋 特别紧奔 有没有 或特别有一个结在这里 这个就犯了什么 去找异常 异常不能解决 症的不适感 因为异常与症 不相干 我是一个一个做出来 如果我没有这样分 我怎么有办法 因为如果以中医 是找阿世瀉 而中医经络学说 从来没有去找异常的 你可以翻开整本书 不可能异常能解决的 那是后面的一些思维 这个已经超出了医学范围 那这个就是自己研发的创建 但是虽是创建 但是已经走出不是正统的 然后还有人说 哎呀 你摸一摸 你这个骨头跑掉了 有没有 你有时候手腕痛 有没有 我帮你矫正一下 啪啪 有没有 然后说 这样我已经帮你矫正回来 你应该好了 但事实上 更多人这样也没有效 一大堆 因为骨头移位跟疼痛 有没有关系 没有 我刚刚放了河南的 已经让你们看到了 脊椎严重侧弯 跟疼痛又有什么关系 整集疗法 它的理论也是这样 某一椎管理哪个部位 有没有 然后哪里痛 只要矫正脊椎 哪一椎就有效 有没有 但真的哪一椎 就能解决痛吗 我告诉各位 他们的理论是有问题 实际真的还有效果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早上讲的 刚好它开的时候 刚好开到我们脊椎两侧的筋 了解 也就是我们的原始痛点 很可能被它开了 然后它对于身体的 一些症的不适感 就有改善 但不是因为它开了 骨头把它归位了 它症状改善 不是 根本不是 你揉一揉也可以揉好 骨头不要动 它一样有效 我已经做给大家看了 那就确定理论有问题 结果有时候蒙到了 但蒙到是 有时候是蒙到 我说因为你的部位不一样 不一定开哪一椎 你看我们由下往上找 对不对 那你腰痛你一巴掌 但是有时候它又开到更高 了解吗 那怎么能说它一定有效 有一定开完也不一定有效 你一定要开到我说的痛点 所以这个都是以异常形态来解释 那现在已经完全融会贯通 原来摸出来那个是异常 根本跟疾病的正义状怎么样 不相干 那你看 一个概念可以引导人错误十年 甚至一生都可能错在那个观念 而跳脱不出来 那还有学原始点的人 还会犯哪一种错呢 在学原始点过程中 再推 哎呀你这个筋怎么那么粗 一定你的这里有问题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听过 我就看过学员这样跟病人讲 我就知道这个学员怎么样 学偏了 本来患者没有问题的 经他这一讲 人家也觉得毛毛的 事实上是他的观念有偏差 因为我从来没有叫人家去揉筋 是筋粗筋细筋粘连 或是筋紧奔 都没有 或是筋的位置 有没有长在对的位置 也没有去问这个 而是你只要在这个位置按 把痛点找出来 老老实实的 就照我书上这样写 一定都可以做出来 反而照你们这样 去找筋粗的 不一定找得到 就好像你们在找筋结一样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原始点也有人会起心动念 想这个是不是异常 这个是不是疾病 异常跟疾病完全无关 所以我把异常也都把它写下来 这是用眼睛跟手摸的